党政消息带您看到前总统马英九 在昨天晚上会见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 马英九表示这次来到湖南老家记组 对他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沈晓明说马英九此行受到广泛的关注 也说他是不折不扣的网红 但是这场对话有哪些重点 我们要请记者丰伟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我们现在人还是在这个湖南大学里面 校园这里看起来氛围是相当的不错 因为马前总统今天上午就是要来到这里 跟学生来进行座谈 不过我们还是待您回溯一下 昨天晚上跟昨天下午的时候 马英九是会见了湖南的省委书记 他们两人其实在席间是相当的热络 马英九也说这个氛围 让他感觉其实是蛮温馨的 因为其实就在会见之前 他去进行了祭祖跟扫墓仪式 也受到相当多的当地民众的欢迎 大家都说他是这边的人 回来之后当然是很欢迎他 甚至还有人说希望他可以回到 这个湘潭这边来定居 不过马英九并没有听到这些要求 只是跟大家很开心的热络的挥手 不过我们带您来掌握一下 昨天这个会谈 他跟湖南的省委书记 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在期间其实省委书记也夸赞他说 其实在清明时节 你要有好的天气是不容易的 照理来说这段期间是很容易下雨的 不过马英九昨天到湘潭市 来进行扫墓的时候 看来说是艳阳高照 天气是相当的好 他也说代表老天是非常的欢迎 马英九回来湘潭的 不过在期间呢 他其实也讲到这个马英九很长 喜欢用长沙话 还有一些湖南的方言 来跟当地的居民来打招呼 来沟通 让他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马英九在台湾 说的是台湾话 还有普通话 甚至还有台语 但是他在这里语言是讲得非常好 你让他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他连他自己都不会讲长沙话的 马英九竟然会讲 其实也是做足了面子给马英九 而不过呢 其实在昨天的这个会谈的时候呢 他还特别的就是提到了 马英九在这里的 这个时候欢迎的程度 是非常的高 甚至在社群上面滑 很多在包括抖音啊 还有一些社群平台上面 都可以看到马英九的身影 还有一些短影音 短影片哦 就看得出民众是相当的热络 也主动的来欢迎他 做出了很多 有关于马英九的生平 还有他到了哪里的一些网路的一些影片上传 让大家可以看到马英九的身影 也说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红 相当的受欢迎 不管是在网路上 还是在现实中 都有很多民众 是相当欢迎他的 好没有错 我们刚才听到凤伟讲到 但是今天上午呢 马英九就要在湖南大学 跟学生进行交流座谈 那么现场的气氛如何 校园内的学生又是怎么看待 马英九的到访呢 我们把现场情形继续交给凤伟 好的 现场呢 现在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是假日没有错 不过湖南大学的大门口 我们一早来到这里 就有相当多的民众来聚集 他们不一定是大学生哦 很多是附近的这个居民 都对他相当的有兴趣 所以在大门口这里 也算是唯一民众可以靠近他的地方了 所以在这里聚集很多民众 就拿起手机要来拍下他的身影 不过刚才马英九是并未摇下车窗 就直接车队开进去了 很多民众呢 就是在周遭夹到欢迎啦 不过其实周遭的危案 也是相当的严密哦 就是在马英九车队 即将要经过的时候呢 他们是希望说周遭民众 包括记者们都要往后退 不要离这个马路太近 也进行了红绿灯的管制 就是确保马英九进去的过程 能够很顺利 不过其实在周边呢 我们也观察到了 有民众是拿出了这个布条 还是用手写 用毛笔字写下来的 说欢迎马英九来到湖南大学 不过其实这个布条 都还没有完全的举开 就已经被危案人员关切 希望说这位老兄 把他的这个布条收起来 然后到后面一点 不过这位老兄 也不要打表达自己 我只是来欢迎马英九而已 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阻拦呢 不过危案人员 就是有危案的考量 他们避免 就是有可能任何意外的情况来发生 不过其实呢 我们也观察到在周边 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 对于马英九是很好奇的 而他们也问到我们说 那如果往后我们要去台湾的话 有哪一些管道 可以来碰到马英九呢 因为他们知道 其实在台湾来的朋友 应该都会对马英九比较熟悉 所以他说在这个台北市 碰不到到马英九 还是说要到新北呢 其实看得出这些民众 对于马英九 都是相当的熟悉的 也希望说到台湾来 可以看得到他 因为在大陆这里是 危安管控相当的严密 要碰到他可能不容易 到台湾的话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看到马英九的本尊 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大陆 那我们谢谢风伟 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KANI-MING PAO-DON-GISO-DON-DON-MING PAO-DON-DON-BEE-P France 白猶瓊